然後怎麼去測呢? 它本身就有提供 1y protocol 所以用 dhd.read 的就可以把它讀出來了 讀出來之後呢 它其實是會放在某個屁角裡面 所以 dhd.read 得到 你看是哪一根屁角 d1到d12 d0,真的不行嗎? d0等一下踹一下 好像以前踹過不行 所以d0到d12 但是這個 9、10、11 就是說最好不要用 那如果測量是正確的話 它會回答 dhd.ok 如果說有錯誤的話 有兩種錯誤 你可以大概試看看 就是 checksum error 傳輸的品質很不好 或者是你量測的時候產生 time out 什麼時候會 time out 你就不要接 然後它就會自動 time out 大概可以試看看 把它拔掉 然後回傳的話 第一個是dhd.ok 然後之後呢 就是 就是status 然後再來是temperature 然後再來humidity 那跟著作業系統 我們作業系統 如果說有直接支援時速的話 那麼就temperature 跟humidity 就有小數點 比如說讀到28.1度 那如果說你是只有支持整數的話 那麼這個是存28 然後下面這個溫度的 就是dash decimal 就是小數點的部分 就是數成1 所以 我們的應該不用 我們就直接讀這個值就可以了 那所以 如果說你的韌體裡面呢 直接支援浮點數的話 那就讀這兩個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有 做 你只有提供整數的這種韌體的話 那麼就必須要再讀下面這個 我們才會形成整數的部分 我們才能享受的部分